因為他們畢竟已經先下場過了 所以整個進入比賽的狀況會比較快 常常會有這種暴冷的情況 排名低的選手已經打了一兩場 哇這個狀況正好正熱 排名高的就在裡面等著人家進來挑戰 不過這個等的時間就是 你都沒有上場過 沒有真正的比賽過 所以空間感上面也是有差 暴冷往往都會發現在比較前面的位置 當然講到這個爭奪奧運種子的席次部分 那雙俊在前一場比賽落敗之後 現在也幾乎是確定了 就是沒有辦法再追上水谷準這個第四種子的席次 所以接下來雙俊下個星期的北韓戰友 就考慮不會再去平常比賽 要回到台灣繼續調整 全力為了奧運準備 沒錯 因為這整個奧運的積分結算 就到下個星期的北韓公開賽 原本來講的話 包括奧俠洛夫 包括雙俊 包括水果準的其實都有報名參賽 那這個三四種子的爭奪是非常白熱化 不過在本週稍早 奧俠洛夫已經是確定是退賽了 不打了 那現在來看的話 如果這個積分大致底定的話 說不定水果準跟莊俊人會相繼決定了 那不去打這個北韓公開賽 沒錯 接下來剩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報告選手還要提早到里約度調整 那要把握這個最後一段時間 再進行一次的總結 系統化的訓練 同時也要有充分的休息 其實這段時間賽程蠻密集的 那不管是資源 不管是水果準 其實一路打下來 對 水果甚至還到了澳洲 我們都打了一戰 所以這一場南韓戰的比賽呢 那水果準也沒有跟著日本隊 來到仁川 好囉 在上個星期的日本公開賽呢 也是意外的 在原本領先的情況下 被許欣逆轉了 所以沒有辦法闖進決賽 其實來到這一戰來講 張基柯提早的爆冷出局了 這也是讓ITTF出現的文章 討論到中國隊了 這個難單奧運人選的決定 對 這個時候劉國良 總教練可能頭痛了 難怪鬍子都沒有刮 哈哈哈哈 好了比賽正式開打 對 不過馬龍喔 不用擔心 馬龍的整個進入比賽的狀態 是很快的 中路 一比 中路比賽之前呢 小安 剩下有三度對上馬龍 那剛剛有講到一場是 不戰而勝了 因為馬龍因傷棄賽 其他兩次的對決 都是馬龍獲勝 最近的一次是在2014年的亞洲盃 當時在南丹的四強戰上 馬龍4比1打敗了陳建安 不過小安也是 這應該屈指可數 能夠在國地賽場上 兩次打敗張季光了 對 好像整個啟動得相當快 身體的延展性 不過剛剛鏡頭帶到劉國王教練 今天鬍子有掛了 昨天看到是沒掛了 被打臉 被打臉 小安是有掛啦 2比3 哇這個球 打球特色來講 正手的這一板是他滿重要的武器 也是左手磁牌的球員 4比2 前6分打完 馬龍現在2分的領先 5 4 我領中 嗯哼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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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而且涵蓋的範圍也比較大喔 剛剛可以看到他這個整個小碎步的調整 哇,這球馬拉上 2比7 開賽來講,小安還要再提升他的命中率 好球 突然發了一顆快的 對,左手的發球直線來牽制一下對手 7比3 好球 落臉夠深喔,擠壓到了對手 陳健安在今年也多了一個身份 新生兒出現也讓小安變成爸爸 身上的責任感會更重 小小安都出來了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不過可以看出來這個揭發球回球的過高喔 不能給馬龍太多機會 對,這個球基本上出 過往大概三顆 兩顆球就 對馬龍來說都是機會球了 一顆球 四比八 四比八 好球 馬龍在最近這兩年的ITTF積分賽上 其實輸球的機會真的非常少 而且大部分真的打的輸的都是輸給自己的隊友 從來沒有輸過外戰 這當然也是為什麼馬龍在今年奧運會前 備受看好能夠拿下奧運的男子單打金牌 9比6 好球 在白短當中 馬龍我拉的位置不是那麼好受喔 或許這樣比賽小安可以就把它當成一場奧運的比賽來打 好球 這奧運會的大魔王就在你的眼前 好球 再發一個半出彩的位置 現在陳嘉然把比分給咬了上來 剩下一分的落後8比9 慢慢追的上來 好 10分 哇又是一個機會 擺得夠短了 所以馬龍一開始的站位有點沒有站穩 最後再調整回來要拉也沒拉中 感覺上是球沒有往前跳喔 跟馬龍原本預計的這個落點不太一樣 就想要調整為時已晚了 9比9 第一局的尾段 兩位選手打平 輪到馬龍的發球 哇 這個時候拉得過高了 雖然小安看起來是先上手 但是拉得並不理想 直接遭到馬龍的反擊 馬龍現在也搶先逼出了局面 哇 要撤過 這把沒有擰好 不過馬龍看起來對自己第一局的發揮 也不是很滿意 對 第一局的比賽呢 最後9比9之後馬龍連拿2分 11比9 拿下第一局 現在1比0 暫時領先陳健安 開賽的轉播 台灣好手陳健安 在男子單打的四強戰 對決 中國 目前是海綿高居第一的馬龍 第一局的比賽 小安在後半段雖然一度把比分給班平 但是9比9之後 真是一個拉球拉得有點高 不太理想 最後 面臨馬龍局檢的情況下 揭發 直接出界 對 第一局 馬龍在正手 搬出台這個環節上面 其實產生比較多的無謂失誤 所以可以說兩位都還沒有完全的暖機完全 對 所以看一下第二局 方方是怎麼調整 一 一 個球速還是蠻快的 所以小安這邊 現在跟他直接調打上旋喔 嗯哼 小安可以再 多擺短喔 從下旋開始打 第幾個球擺得不錯 現在直接就是上手之後連續進攻 第一下 再補板了,變成成這樣會陷入防守的劣勢 有戰手,還是有個失誤 0比3 1 可惜 不過這個球,馬龍相當聰明 先調動小安的正手,再壓回來反手 這局來講的話,馬龍就比較有進入他的狀況 開始進入馬龍時間 速度真的很快 所以小安這邊也必須要趕緊把節奏跟上 其實小安的速度已經夠快了 小安的速度在爆發力各方面,身體素質 在世界上來說也是數一數二 不過遇到這個球王 馬龍還是有一點點差距 因為畢竟馬龍整個在從判斷上面 其實馬龍從小也是屬於打球有靈氣的一個球員 我記得這個還沒 馬龍那時候剛出道的時候 也是很多中國隊球員說 哇,馬龍的這個 銜接轉換靈感啊 都是上等 一時之旋 果然喔,過了幾年後 在這個世界球場上面 真的是慢慢的發跡 不過看到陳佳恩這一分的進攻 發揮了相當精彩啊 讓馬龍完全沒辦法反拉 只能被動的防守 哇,結果馬龍的防守 這一分很快的調整回來 有掌握到陳佳恩進攻的線路 7比1 這個球沒有防好喔 防守的部分其實是小安在 過去這一年來講的 這提升加強蠻多的地方 漂亮 漂亮 快速的移位喔 延續的進攻 一分追到2比8 一分一分慢慢的拿喔 當然對陳佳恩來講 也知道自己最有效的武器 就是要正守這一門大炮 等一下怎麼銜接過去了 怎麼從開局了 一開始前三板當中 再找到機會 馬龍這個連續兩個失誤喔 來到場邊擦汗的時候 也是自己稍微搖搖頭 對,沒錯 對,自己這兩個揭發球 不是很滿意喔 一擰就失誤 其實比較少看到喔 像剛剛第一局最後 打完之後馬龍這個 球用力一拍 對 對 好像奧運壞到了 大家都有壓力 哈哈哈哈 要求完美喔 九比四 接下來馬龍出現了六個局點 四比十 其實馬龍也沒有接好喔 對 最近這三個都是直接一接就失誤了 三人 還來 哈哈 硬 再試一個 不過這次小安的進攻 也沒有打進 第二局的比賽 十一比五 中國選手馬龍連拿兩局 現在二比零 領先陳建安 那先講 中華隊的陳建安 前面兩局的比賽 打完馬龍分別以十一比九跟十一比五獲勝 我兩位選手來講的話 這個 失誤都還是有點不多 對 今天的發揮喔 並不算是 太好 第三局 我剛剛場面看到的是 南韓消球手徐校園的家人 嗯 也來到場邊 徐校園當然也是今年南韓對 女子單打的奧運輝代表 再加上中國轉機的 和 全智希 而南隊在男子單打部分呢 則是派上了李向秀 還有 陣容職兩位選手 小球名將朱士賀呢 是打團體賽的第三人 對 這球馬龍沒有測開喔 二比 今年也是成家第一次的去挑戰奧運會 對 沒有擺好喔 嗯 這把球還是小安的這個 比較弱的地方喔 技術環節喔 可以看到做了蠻多不同的嘗試 包括條 包括擺 那 那 那 一分的進攻喔 所以 如果能夠行列到這個 進攻相似這一段的話 其實小安 不見得會落於下風喔 對 因為他的拉球 其實對中國這個選手 還是有一些危險 有危險 這球拼得太兇了 想著反拉 三比三 馬龍對自己的陣手 應該也十分有信心 對 他待會一定還會再試一下 再來看看 陳健安 揭發的部分 怎麼調整 哇 全力陣手了 這個前衝基本上 也很難防阿 如果要 批長這個落點 可能還要再 深一點 也沒辦法頂住 沒有辦法去逼到馬龍 哇 這球 哇 好球 處理的想法不錯喔 對 但是馬龍 也算準阿 這球有跟進喔 小安這球跟進得不錯 嗯哼 因為這等於馬龍也只平手上的感覺在防守 是靠反應的啦 這個球完全是靠自己的反應 哇 這個球拼得太兇了 就是 刻意發一個訴訟 會讓馬龍先拉起來 再反拉 對 反而要衝直線阿 這個難度有點高 對 仙路比較短喔 這個球選的仙路是比較難的 喔喔 這次的白短 插網阿 讓陳健安拿到幸運分 6比4 你現在還是馬龍 你現在還是馬龍 嗯 因為領球的效果好像沒有很好 對 對 我覺得這個球擺住了 對 很快的正手出拍喔 這個球如果第一下喔 都能向這個球擺住的話喔 會對小安拿來說是比較有機會喔 會比較好打一些喔 還是兩分的差距 輪到陳健安的發球 嗯 這時候馬龍想要 側過身來擺喔 用反手過來擺一個 是 好球 現在是現在第一次的重進 超級賽的男單四強 碰到的對手也是世界級的名將 這時候應該是觸王吧 6比7 要重發這一分 哦 這球差一點點 媽媽還是想試啊 對 這個刻意的 嗯 貼發球喔 有看他假晃了一個喔 7比7 第三局的後半段 現在小安把戰局給扳平 好球 好球 這次防守有對到 這球已經 其實接得有點高喔 危險 還好就是已經有遇到到下一板的防守 線路也對準了 現在第一次在這一局當中取得領先 漂亮 好球喔 反手跟進 直線喔 我想馬龍也沒有算到這個線路 9比7的領先 重批喔 讓小安拉不出質量喔 拉的點有點高了 這對馬龍來講很好的反拉機會 9比8 好球 好球 這球馬龍跟進 壓得相當準確喔 你看看第二板先把小安的這個角度喔 打開喔 然後再壓回來一個反手 退離球都已經有點遠了 這個球小安想要回防就有難度了 9比9 馬龍把分數給追平 現在發球捲也回到中國球員的手上 小安這個球要注意喔 哇 他接高了 擺高了 對 就是要特別注意這個時候 9比9馬龍要啟動攻擊的時候 這球 揭發球如果能控制好一點的話喔 會好一些喔 馬龍的拘點 哇這球逼得相當深 雖然擺得不錯 但是馬龍的第三板 雖然沒有直接上手 還是造成了威脅 所以把握住局點的機會 馬龍再以11比9獲勝 在這場四強戰當中 目前3比0領先陳建安 比賽的轉播 系列排名第一的馬龍 在這一戰的四強戰當中呢 遭遇到台灣選手陳建安 三局的比賽 其實小安也是帶給馬龍 不曉得威脅 如果來到一些關鍵的比分上面的馬龍 細節的處理上面還是發揮得比較好 還是比較細喔 畢竟馬龍在反手這個環節 是比較全面喔 有辦法再做一個 防守 所以 他也大膽的批長 然後來 等小安拉起來 來做個加壓喔 這個球帶給小安比較大的困擾 馬龍收起 原本的7比9落後 馬龍連桿4分 可以看到有些時候不見得 馬龍是這個第一拍喔 組中進攻的球員 當然有辦法去把場上的劣勢 轉化成對自己有利的局面 這個球有側切到 但是馬龍回過來 又是帶了一個下旋喔 帶了比較重的下旋 好球 好球 這一板就可以看到小安的爆發力了 速度夠快啊 手上調的輕巧 好球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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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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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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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1 5 5 5 已經是相當精彩了喔 不過對手畢竟是馬龍啊 沒錯 打這球了 再看一次這次條內的挑打 反敗就回來 第一板之後喔 馬龍還是繼續進攻啊 4比4 好球 防守當中喔 找到反攻的契機 不過這個連接球打得相當好喔 最後的反拍速度啊 這也是讓馬龍嚇了一跳 嗯 這個球沒有跟上 可惜了 前面一板有咬住啊 但是最後馬龍也是突然變線 想要撲過去的時候稍微玩了一步 5比5 嗯這個球夠轉 哇 這就是 陳建安他的正手拉球的質量 這個球馬龍順 立刻又換了處理方式喔 陳建安在6月份的世界排名公佈的時候是63名 當然 在這個月來講的話 靠著這一戰啊 那 排名應該也渴望是大幅的提升啊 嗯沒錯 哇接發球 現在一分落後的情況下 陳建安選擇請求暫停喔 再看一下剛剛這一分 選擇跳好馬龍 正手比較深的角度 對 對 今天他就轉一下了 他全部來動 他全部有控制 白頭的事 所以他就很難打 當你在擔任陳建安指導的也是中華這個教練小鳳龍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是沒有機會覺得 球員C7的也是 國際名將 對 也是 世界第三喔 那是非常大的 世界第三 鬼屍 推擋的名號 嗯 我覺得還是 有機會還是要飛到正中 好 不過他 他還是要 利用自己比較大的優勢喔 這個正反手 先接迅速喔 如果說打這個 白短陣地戰喔 跟馬龍打並不是那麼好打 因為馬龍畢竟比較全面喔 所以有些環節小鳳龍是解不太開喔 所以這時候只能靠著拼 或是比較兇的打法喔 來動搖馬龍的整個技戰術的戰術 先去擾亂他的節奏 對 對 所以這時候只能靠著拼 7比6 暫停回來 現在馬龍還是1分的領先 好球 防住之後 正手加速了一板 讓陳佳恩拿到追評分 7比7 哇 這個球打開了 中間的球速稍微放慢了一些 這時候擠到了身體喔 製造出來的弧線也是比較快一點 哇好球 這次的 調打也產生了效果 進去的速度夠快阿 壓得也夠深 8比8 好球 哇小安這個速度提升上來 整個威脅性就大了齁 做到剛剛暫停的時候 講到一些對策 對 自己啟動快喔 不管喔 不要想說跟對方打這個控制球 露點什麼的 上去就是 有機會就是輪了 哇這個球 哇這個球沒辦法了 角度打得夠快阿 其實比數喔 這個前四局都有進入到 有三局都進入到9比9 所以分數是有咬住喔 對 但現在又來到這個關鍵分的處理上面 兩個發球 看一下陳佳能不能夠製造出一些 發球搶攻的機會 沒錯 嗯 好球 這馬龍從上一戰這個 呃 許欣的這場比賽喔 上一戰日本 他的狀態就不像前一陣子這麼無敵喔 可以說 怎麼打怎麼要 怎麼完美可擊喔 10比10 小安的局點被馬龍化解掉 我想在經過這場比賽之後 那中國隊當然回去 心裡還會有一段 訓練調整的期間呢 嗯 小安這個球沒錯喔 最後的結果可惜了一點 對 不過這樣子打是沒有錯的 如果說再慢慢跟馬龍打 也是討不太到便宜 沒有什麼優勢喔 還不如這 直接就打開著打 該拼的時候就去拼了 對 直接打長球就打 好球 有點被指道的情況下 還是 撤出來 回了這一板直線 化解掉了馬龍的賽末點 11比11 哇好球 漂亮的 類似的中路 馬龍轉得夠快 嗯 哇 翻手這一板起來 已經非常有質量 對 馬龍在逼出第二個賽末點的情況下 劉果狼教練也喊出了暫停 對 你知道嗎 翻手戰爭度特別珍得 上次他一年一絲 他認爭 他帶過來就一點指張 對 其實都是絕對機會 你主要是擺一個神線 就行 這個裡邊包括翻手 拉下任 他現在發球呢 如果說他發側選 你就練一會 練一會 沒事 馬上就在那裡 讓他發這個球 轉不轉 然後你發滑 轉不轉 他就放他一會 或者擺對他翻手 他翻手轉 他翻手轉他不為你 他翻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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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了一點 是不是 他做的時候 打球一定要乾淨 這馬龍教練 其實在暫停的過程當中 還是給馬龍蠻多鼓勵的 對 蠻多指示的 包括這個 希望他能夠 也是控制住小安這個反手 或者是短球 第二次的賽末點 陳佳安 來發這一球 哇 沒有問題 只有這一板 反手掛網 也讓馬龍 歷經Duce之後 以13比11 拿下了比賽的第四局 直落四 擊敗了台灣好手陳佳安 拿下了他公開賽的男子 單打冠軍戰的門票 當然 這樣比賽 雖然說局數是直落四的 但我們沒看到 四局當中有三局的比分 是扣得還蠻緊的 扣到9比9 對 當然也請偉天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這場球 看到小安的發揮 好的地方 跟接下來可能還有一個調整 重點 小安其實在有一些機遇球 的 箱石球上面 在速度上的細節是處理的不錯 尤其是拉起來 正反手銜接的這個部分 其實帶給了馬龍蠻大的威脅 那在這個比較弱的地方 就是在缺點的部分 就是像馬龍有時候一拉上來 或者是小安在防守的部分 站位 或者是貼球這個環球 並不是做得太好 而且今天其實有一些接發球 這個也是失誤的比較多 那麼也讓馬龍有比較多的機會 來做個半助台的搶攻 所以在這個部分 小安在接下來的這個階段 是可以再做一些好好的加強 在控制球的部分 在接發球的手法上面 是不是 再添加一些新的手法 這都是我們希望小安 在接下來這個奧運前 可以再加強的部分 雖然輸球的結果令人遺憾 不過陳吉安在南漢公開賽 還是留下了闖進四強的成績 前面也包括打敗了